各种签证不好办,那就直接办绿卡 美国大选结束,目前看起来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会当选 他的竞选搭档Kamala Harris和锦丽 作为印度移民和亚买加移民的女儿 会当选为美国副总统 美国移民政策估计会放宽 川普政府在过去一段时间施加的各种限制 也会逐渐过期,被取消 或者被法院判决无效 我们新为名律师事务所www.nwmlaw.com 准备已久的这篇文章现在可以发表 向大家介绍新形势下的美国移民机会和策略 第一,工作签证不好办,可以直接办绿卡 在美国的留学生毕业以后 除了使用OPT实习身份在美国工作 一般至少一年有效 对于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可以有三年有效 很多人要办理HEB工作签证 但是,因为僧多周少 工作签证有每年的总名额限制 每年需要抽签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运气而不是能力 此外,在抽中以后 还要经过审批 这时候还要面对 等多种障碍 而且,从每年的三四月份开始办理申请 经过抽签以后,最早也要到十月份才能生效 有较长时间的不确定性 也经常会影响到工作 如果要想早知道结果呢 现在,移民局的加急申请费 已经上涨到了2500美元 在取得了HEB以后 如果要换工作 或者兼职工作 或者在同一个雇主那里改变职位或工作地点 或者过了三年以后 又要办理新的HEB签证申请 那,怎么办?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 可以直接办理美国绿卡 除了自主办理的EBEA和NIW绿卡 后面还要讲到 也可以办理雇主支持的劳工证职业移民绿卡 并不要求重复一遍 并不要求受益人 你,已经有HEB签证批准 我们见到过很多例子 受益人的HEB工作签证 因为抽签等原因还没有拿到 但是,他的这类职业移民绿卡办理中的最关键步骤 后续的I140和I48五步骤一般 只是例行的文书工作 已经获得批准了 即使你目前没有HEB工作签证 没有开始入职工作 甚至还没有毕业 都可以着手开始这样的职业移民申请 那么,怎样说服雇主同意 尽快开始你的移民申请呢? 这当然要看你的能力和工作情况 和H1B申请一样 劳工证职业移民绿卡 申请也有一个prevailing wage的工资要求 由美国劳工部决定 但是,这个要求与HEB的工资要求是彼此独立的 很多时候 签证给公司工作 根据法律规定需要的工资水平 比拿到绿卡以后要求的工资水平还要高 而且 绿卡的工资要求 只有在你的绿卡批准以后才需要雇主支付 考虑到办理绿卡有排期等等因素 从开始申请到雇主需要付给你这个prevailing wage的工资水平 往往还要有两年到四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提供了足够的升职加薪的空间 总之,只要你的雇主同意支持你的绿卡申请并且有资质 比如公司有足够的营业收入、利润或资产 支持你的专业工作职位 通常是要求本科以上学历的职位 一般来说你就很有机会获得职业移民绿卡批准 没有名额限制 在阶段没有 过后需要绿卡排期 但是现在排期等待时间也缩短了很多 不需要抽签 时间灵活 手续简便 全程可以在网上提交和处理申请 实际上每年都有几万专业人士 包括很多中国人 包括在美国留学毕业的和直接来美国工作的 包括家属通过勞工证方式 包括EBR和EB三类别 获得职业移民绿卡批准 总之 工作签证不是必有之路 即使目前没有工作签证 即使HEB抽签没有抽到 即使中途需要离开美国一段时间 或者重返校园学习 只要有雇主支持 仍然可以拿到绿卡批准 这里说的是职业移民 亲属移民当然就更不需要HEB工作签证了 第二 没有工作 毕业后签证不好办 不在美国 可以直接办绿卡 前面谈到的是雇主支持的 绿卡 如果没有雇主支持呢 没有关系 你还可以办自主申请的杰出人才EBEA 绿卡和国家利益豁免 NIW绿卡 不需要已经有在美国的工作 不需要任何雇主支持 不限制当前的签证身份 可以是HEB 也可以是F1 J1 L1 O1 或者家属签证 不需要满足任何特定的工资水平 不需要有美国的学历 甚至不需要你已经身在美国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 已经为几千位这样的中国专业人士 和家属成功取得了这类绿卡批准 需要什么呢 只需要你是人才 有足够的能力和成果 有一些书面证据 可以是科研人才 学术人才 工程人才 理工类人才 农学医学类人才 文史哲经济学社会学类人才 也可以是商业人才 经营人才 艺术人才 体育人才 娱乐界人才 等等 具体请参见我们YouTube频道 和微信公众号 的众多详细说明 作者自己就从来没有拿过工作签证 我在美国留学读书时期 在博士毕业前 提交了这类绿卡申请 然后顺利获得批准 此后 在毕业后的FEOPT实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提交I-485申请和基于I-485的工卡申请 然后就直接拿到绿卡 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里面 有五位理工科博士 有至少六人是通过EBEA NIW申请受益获得美国绿卡的 包括主申请人和家属 其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用过HEB工作签证 我们律所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和丰富经验 已经帮助了无数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 专业人士 各类人才 取得了众多的杰出人才 EBEA 绿卡和国家利益豁免 NIW 绿卡批准 其中有很多是从中国直接提交申请的 有的人一直到绿卡批准前 从来没有到过美国 这样 你不需要先有一个支持你绿卡申请的美国雇主 也不需要先有一个在美国的专业工作 同样可以直接获得美国绿卡 第三 移民签证不好办 考虑直接办绿卡 美国绿卡申请一般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资质审查 对于职业移民是I140 对于亲属移民是I130 对于投资移民是I526 第二步是背景调查和文书工作 包括体检 提交各种身份证明 检查此前有没有违法记录等等 如果在美国境内完成 这一步是通过I485申请 如果在美国境外 可以在广州里市管办理移民签证 2020年以来 移民签证进程暂停 很多美国驻外使领馆 停止了各类签证服务 尤其是在中国 目前看来 何时能够恢复还很难说 即使恢复了 因为此前积压了很多申请 办理起来速度估计也会比较慢 尤其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 同时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对于申请人曾经是党员等等情况 在美国办理I485比在中国办移民签证会更加顺利一些 遇到的问题少一些 有的中国申请人在广领馆面试以后遇到了多年等待 最后申请还是遇到问题 但是如果事先认真准备好 就可以避免参见我们的YouTube视频和微信公众号的相关解释 因此如果申请人同时符合办理移民签证和I485的条件 并且能够安排到美国提交I485办理旅卡 那么可以速度更快 手续更简便 避免一些问题和麻烦 同时提交了I485以后 可以一直在美国等结果 更早实现家庭团聚 如果需要 也可以在收到回美证以后离开美国 过后再返回参加I485面试或者领取绿卡 第四 留学签证不好办 考虑直接办绿卡 2020年以来 很多人的留学计划受到严重影响 以前 每年都会有10万左右的中国留学生新来到美国 用F1签证在美国学习 2020年 这个数字降低到接近于零 此外 原先在美国学习的留学生也有很多人暂时离开美国 留在美国的人也面临工作不好找 毕业后 不容易保持身份等问题 在美国的访问学者 专业人士 和探亲旅行访问的人 也遇到了类似的各种问题 人格有志 你当然不是一定要留在美国 但是 如果选择了到美国留学或者访问 那么 有绿卡规划会让你在美国的学习 生活和工作便利许多 不管是保持身份 出入境 还是完成事业目标 都可以得到极大助力 如前面提到 绿卡可以由雇主支持或者自主申请 此外 还可以通过配偶或者父母来办理亲属移民 或者 如果不超过21岁 还可以作为副申请人 由父母出面办理绿卡申请 一并拿到绿卡 参见我们的文章 真实案例 留学生取得美国绿卡的十种方法 你的父母已经有多年工作经历 专业成果 各种事业成就 如果由他们来办理美国绿卡 不管他们目前居住在哪里 都很有可能比你自己办得更快 更方便省力 也省钱省时间 现在投资移民还有多年排期 比EB1 EB2 EB3的职业移民等待时间都要长很多 而且还需要至少90万美元的投资额 拿到的还是两年有效的条件绿卡 过后还需要另外申请去除条件 不管你现在是不到21岁 有可能直接作为家属与父母一起拿到绿卡 我们有这样的客户例子 孩子在美国读大学本科 父母是中国的大学教授 还是已经超过21岁 我们也有这样的例子 父母先拿到绿卡 然后再给子女办理亲属移民 都可以考虑这一途径 总之 美国大选已经结束 移民政策放宽显现曙光 你还在为赴美签证 工作签证 在美国的签证身份而纠结吗 在考虑当前签证的同时 你还可以把目光放长远 早日开始布局你的绿卡申请 临渊限于 不如退而结往 机会永远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我们帮助上千位中国申请人 取得了I-485和移民签证批准 包括从头开始准备的 和再收到RFNLID 比如因为身份GAP问题 违法问题 未经许可工作问题 过去的党员身份问题 体检问题 出生公正结婚公正亲属关系证明 在美国境外包括中国驻其他国家 使馆注册结婚是否被承认 被捕记录 雇佣关系证明 文件缺失等等 或者申请被拒以后联系我们的 包括在提交Motion以后获得批准的 我们的服务除了为申请人准备各类表格 这些表格的版本时常更新 还会检查和增补申请材料 在Cover Letter 解释申请人的背景和一些特殊情况 解答申请人的各种问题 以及回复来自移民局的RFNLID 要求补充材料和解释问题的通知 并且在面试前帮助准备 更多信息请参见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其他文章和视频录音 以及我们YouTube频道的视频内容